好 各位同学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目 熟悉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图形 好 例五 在三角形ABC当中 又给出了两组边的比例关系 BD和DC 2比1 AE和EC 1比3 好 让我们来求OB和OE的比等于GBG 那首先这个图形摆在这儿 大家应该都知道 首先要开始处理的内容是什么 对吧 找面围 那我需要连接OC 跟我们的基础图形是一样的 对吧 找到接下来有什么燕尾 都往上招呼吧 对不对 那在这里大家老师先不多说了 同样就要交给同学们自己来处理 再听一下 好 各位同学 燕尾都找到了吗 当然了 如果你找的越多 肯定这位同学们对于燕尾掌握得越熟练 但是如果我们做了很多之后 大家如果找燕尾已经相对比较熟练 这个时候我到底应该找哪些燕尾 其实还是要通过题目来研究一下 对不对 题目最后让我们求的是OB和OE 这两条边的比是G比G 那我们讲到了现在 大家应该知道 在高年级求两条边的比例关系 那一般要把它转化成什么 两个三角形 两个三角形的比例关系 对吧 那你看看 在我现在图当中 OB和OE 你能看成是哪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呢 ABO和AOE 很好 我的OB和OE 是不是可以用三角形 ABO 哎呀 这写的稍微有点糟烂了 咱们还是稍微的处理一下 一个是三角形 ABO 另外一个就应该是三角形 AEO 是不是就是由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 转化而来的 当然会说 那BOC和EOC可不可以呢 那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都OK的 好 那我这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不要找到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 那你大家想一想 在你能找的燕尾当中 跟这两个三角形有关的 应该是哪一组燕尾呢 嗯 冲上飞的那种 很好 是不是就冲上飞 我们最熟悉的那一个 那也就是三角形ABO 和三角形ACO 这两个三角形面积比 应该等于BD 比上BC 那就应该等于2比1 好 可是ABO OK 我有了 但是我要找的是AEO吧 可是你现在给的是ACO 它们俩有没有关系呢 有 当然了 因为AE和EC的比是1比3 所以EOC的面积是AOE面积的3倍 那EOC就应该是AOE面积的4倍 当然了 我们还弘扬可以通过比例里面的 分数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说这个最小的AOE的面积是1份 那根据等级变形的关系 可以得到EOC的面积就应该是3份 那合在一起也就是整个AOE的面积就应该是4份 那根据这个2比1关系 1对应的是4份 那么2对应的就应该是8份 好 我们ABO的面积出来了 8份 那1份 B就是8比1 是不是也找到了 当然了 对于这道小题来讲 我为了解题是不需要把那些燕尾全部都找到 找一组是不是就够了 但实际上如果你对于燕尾不够熟练 那还是希望你先来把这些燕尾都找一下 慢慢的等你熟进了之后 我们再结合题目来寻找我只需要用到的燕尾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解题过程 连接OC跟据燕尾定理有这个 那最后我们可以得到最终的结果 它们的比就是8比1了 好 各位同学 休息的时间总是那么的短暂 来继续跟随大海老师分站在下一道题目当中吧 我们来看一下例6 两条线段把一个三小型分成了三个小的三小型和一个四边形 如图所示 并且告诉我们这三个小三小型的面积 就让我们来求这个四边形的面积多少 那首先呢 在解造题之前 大家先说一下 这道题不一定是得用燕尾模型的方式来解决 因为我们以前学过的很多几何的知识 也是能够把这道题目给解决掉的 当然了 咱们今天因为重点训练的是燕尾 所以咱们仍然主要介绍以燕尾的方式如何来解决 那首先看到这个图 同学们 第一步该干嘛 相信同学们到现在应该要非常的熟练才对了吧 怎么办 连接AP 非常好 又少条线嘛 对不对 那这回当然这回少的是从上面出来的线 那我们就来连接AP 好了 那同样的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去找燕尾了 大家老师稍稍提示呀 这个燕尾找起来 好像跟咱们的前找题稍稍的有一点点不同了 好 你先来自己试着找一下吧 好 各位同学 找到了吗 能发现它跟我们前面的几道题目的区别了吗 那个向上飞的没了 向上飞的没了 那没关系 我们就看向左飞的和向右飞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找的题目 是不是这个两个尾巴的比 最后等于那两个的比 是不是等于GDG 我是知道的 但是这道题好像 什么也没有 没有 对吧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咱们先看向左飞的 那就应该是三角形ABP 比上三角形BCP 那么它应该等于AE比上EC 那正常的后面是不是还等于GDG吧 但是现在在我们照题当中 AE和EC的比是GDG 我知道吗 不知道 我并不知道 对吧 各位同学 这是一个不同点 第二个不同点 跟我们前面几道题的区别在于 前面小题是不是给出了边的关系 但是里面这些图形的面积 它是不是一个都没有给出来 但是我这道题 是我没有给你边的比的关系 但是我给了里面很多图形的面积 这其实就是这道题的一个信号 那就意味着 你需要把这两个边的比 再转化成 三角形的面积比 老师说那转化回去 也不行 转化回去 再转化回来 你就绕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咱肯定要找的是另外两个 不是这两个三角形 要找另外两个三角形 大家找一下AE和EC 还等于哪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 这个如果你的传功部分 讲得很清楚 应该很容易看得出来吧 它应该等于 APE和PEC 也就是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吧 有一个是7 有一个是7 我知道了 但另外一个呢 不知道 这个虽然我不知道 但是你发现这个不知道的图形 是不是就是我要求的这个四边形的一份子吧 你看我要用到它 它还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必须一个 这要到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困扰了 不知道还要用 那我就用字母来表示它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同样如果找到了那个向右飞的样有同学会知道 左边这个空白的三角形也是需要用上的 所以我们不妨把它们设为X和Y 那也就是我们右边的AE比上EC 就应该等于Y比7 那同样的向右飞的三角形 那就是三角形ACP和三角形BCP 它们的面积比应该等于AD比上DB 那应该等于的是 X比3 很好 X比3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BCP的面积我们知不知道呢 BCP知道 它等于7 那么ABP的面积我们知道吗 ABP3加X 很好 它是不是可以用3加X表出来 那也就是有3加X比7 是不是就等于Y比7 其实我相当于列出的 是不是还有XY的比例方程 对不对 那同样BCP的面积是7 ACP的面积应该是 AC 外加7 很好 外加7 那是不是就有Y加7比7 等于X比3吧 那同样 我有两个位置数 我是不是列出了两个比例方程 方程组 解一下方程组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了比例方程怎么解 咱们暑假师傅曾经介绍过的 那就是根据比例的性质 内相机等于 外相机 你转换一下 就可以成为我们非常熟记的 二云一次方程组 好解完了XY是多少 那么我要求的四边形的面积 就出来了 对吧各位同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解析过程 连接AP 并且设左边的面积为X 右边的面积为Y 那么根据燕尾模型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两组比例式 那最后解方程组可以得到X和Y 分别是这两个 那么最后 阴影部分的面积 也就是我这个四边形 ADPE的面积 那就应该是18 好可以同学 那这就是我们的例如 这条题目了 那这条题目呢 不仅需要用到的燕尔模型 在后面的解析当中 它又动用到了 我们说过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工具 那就是方程的思想 所以在这里 是一个小小的方程 跟几何的综合性的题目 好了可以同学 那我们的这条小题 就说到这里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也就讲完了 各位同学 拜拜